Hello 大家好 我是KF 今次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公司的网站 这间公司是我自己的公司 是我和新加坡的伴侣一齐公司 它在新加坡 我在香港 大家有一个隐蔽的形式一起去营运 同时等于有两个公司 一个是新加坡的香港 我们都是注册的有限公司 这个是我们的网页 这个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概念 我或者简单地去一个俗语 叫做前铺后居的概念 前面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网站 后面就等于我们自己内部的系统 或者你可以叫做内部系统 是一个这样的形式 全部都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实现出来 首先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站 这个是我们的网站 这个是我们的网站 很简单的 这是新加坡公司的网站 这个是我们的网站 这个是我们的网站 这是我们的网站 这个网站 再次显示 这是我们的网站 这些网站 就是很简单的 我们再看看 我们就放了一些文章 如果有人来 我们有一些文章 就是关于我们 做和我们的商业 有关的文章 我们最主要是 是想做一个 Cultural Intelligence 的一个训练的workshop 所以有关的文章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网站上 每一篇文章 每一篇文章 都是一个图 接着有一个视频 description 如果是有兴趣 按下去 read more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 整篇文章 基本上是这样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篇文章 每一篇文章 是比较大的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的 article 其实不会很多 就不同于别人的 新闻网站 而新闻网站 可能每天 都有几十条 上百条的新闻 在我们来说 我们可能是 一两个星期才有 article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设计概念 把每一个图 放大 就是这样的原因 而我们用一个 single column 就是说 如果用手机看 其实是往下拉 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 如果有 multiple column 其实它就要重新调整 而 single column 其实是 在手机上 看得更加舒服的 接着呢 我们点击到这个 workshop 这个 menu 里面 我们是 我们是 有一个 叫做 intercultural intelligence 当我们点击到 就可以看到 这个 workshop 的细节 这里有什么好处 关于 cultural intelligenc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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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功据 这个 是另一个工具 12 dimension 的 然后 下面 是关于 这个workshop 一些详细的资料 那 so part 我们只是 放了一个 workshop 其他 需要时间 其他 那 About Us 就是关于我们 就是 一些比较 textual 第1个 币 就是 who we are what we do 然后 下面 office 其实呢 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 harnish 我们是两边 一个是新加坡 在香港 这个因为是新加坡网站 所以我在新加坡那边走 那 可以一目一连 可以看到我们的 office 电话 email LinkedIn comptly page 下面 有个 Google Map Google Map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 我们在Google Map 上注册了 就要用回公司的名字 所以在Google Map 就这样打 PMCS Space SG 就去到 找到我们的地址 或者我们在Google Map 上面 哪个地址 同样地 我们在香港 香港 就是 香港 也是在Google Map 上注册了 PMCS HK 找到我们的地址 我们的注册地址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再看 我们的团队 就是我们的团队 所以我们的团队 就是我刚开始 就是我的partner 和我自己 所以就是我们的照片 以及有关我们的名字 业务 业务 以及联络的资料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希望将来 会更多的 不同的团队 如果大家有兴趣 加入我们 做我们的association 那我们可以 作为一个 行业务 没有欢迎 就是有关联络的 那就是 Contact Us Contact Us 其实有些 什么人想和我们 联络的 就可以透过这个 和我们联络的 首先 最顶上是 Google Map 的位置 用Google Map 作为我们的 一页的Banner 下面 左手边 是Contact Form 就是说 有什么人和我们 去联络的 只需要 打出 接下来 Send Message 这个就会以 Email的形式 来到我们 右手边 其实也是 我们自己的 公司的 联络 地址、电话 联络 有新加坡 也有香港 基本上 这个就是 整个 表面上的 一个 网站 很简单地 暂时 就是这样 下一步 我们来看看更多的 后面的 东西 刚才我提过 我们采用了 前铺 后居的概念 今次我们来看看 后面 后面是怎么样 如何 后居 我们去右手边 后面 有一个 蓝色的 icon 按钮 按钮的时候 就多了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有一个 其实 这是一个 Vertical的 menu Under Platform 有Public 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 Platform 在之前 外面 就是Public Platform 主板 下面 有一个 User Account 现在 我们未曾登入 所以 现在所看到的 全是公众人士 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网站 如果我是 Lock in 的时候 我从这里 伸出来 接着我去Lock in Lock in 就以我自己的名字 Lock in Lock in 之后 进入到这里 就是我们自己的 地区 我再 继续在这里 大家会看到 Under Platform 多了两个 menu 一个就是 Internet 这个是Internet 就是说 给公司员工 虽然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将来我们会增加 就是所有员工所看到的 一个Platform 即是说 Public 是一个网站 而Internet 是另一个 另一个Platform 而最低的 是Cine Management 即是我们Top Management 我们的单独 Platform 始终是Cine Management 我们可能 有些事情 For example 我和Partner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有些事情需要透明 大家会分享 沟通 我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 其实 前铺就是Public 后铺就是Internet 和Cine Management 就是这样 首先我们进去看看 这个Internet 按下去 进来之后 其实 我们这次进入了 就是Internet Internet 上面 就是Internet 的Menu 这个等于Internet 的首页 是一个很简单 有个介绍Internet 的东西 现在一样 我们开始初步 不是太多东西 这里有Admin 即是Admin Administration 方面的有关 这里 so far 我放了几样东西 不多 第一个是Company Logo 这些就是Company Logo 我们将公司 Logo 这些Graphic Files 都放在这里 如果 无论我自己也好 或者我自己也好 或者我自己也好 如果我们想要 找一个 要下载公司的 Logo 用来做某一样东西 用来做印刷 或者用来做一些 网站 或者是 赞助别人一些 活动 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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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这里找到 甚至可以刷卡片 可以在这里 下载公司 就可以用这里的 原材料去做 这些全部都是原材料 所以是 一个 file attachment 一个一个file 都放在这里 将来 任何一个负责方面 里面的员工 都很方便 如果要更新的话 我们将这些东西 更新 便可以全公司统一 第二个就是Printing 跟印刷有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印刷 最主要都是印卡片 最主要是 我做了一些 给我的partner的卡片 看到有不同的 format 有PDF 和PSD 这个就是 模样是如何 假计他下载这个file 就已经拿出去 给Printing 去印的 很简单 如果它全都用完 何时可以 在这里 去下载 下载 就拿去外面 给人印就可以了 如果将来 慢慢增加 人缘越多 我们也可以用各种方法 把所有人的卡片 上载 上载 准备下载 就不需要再去 每一次 麻烦 找哪个 找个file 放在哪里 大家可以进来 还有一个email 我们有些email 设定了 当然 email设定了 有些email 是公司用的 有些个人用的 例如 我设定了 这些email address 有几个 其实有些是 第一个人用的 这些 设定的时候 我有一些想法 为什么会设定 email address 将会有什么用途 我把之前设定 email address 的想法 我寫出来 老实说 过了一段时间 几个月之后 我自己都忘记了 所以这也供应 提醒自己 当时 我为什么要设定 email address 如何使用 从而我便可以知道 这个是这样用的 我便会在适当的地方 用不同的email address 包括 对外的 例如 这个admin 这个admin 是用什么 是for the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external 变成了 例如我在外面 参加过一些东西 或者我去subscribe 某一个公司 或者某一个网站 的资料的时候 我想以公司 去收取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这个 最低下 就是我的partner 跟我自己的公司 的email address 这样 我们做了整个arrangement 就是把这些 的email address 自从自己的 各自 慣上用的email address 变成一个email 就可以收取 那么多不同email 来自的东西 这个是关于 Admin Department 这些什么 它可以不断地加进去 现在这个形式 是用一个 很简单的 增加的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Expenses 现在这个是方便Expenses Claim 里面有一张Form 而这张Form很简单 如果有任何员工为公司做事付出一些费用的时候 就在这里Claim 这个Claim就简单地把很简单的东西做完之后 这里有一个橙黄色的按键 就是我们把收据 现在好像用手机就可以了 收据在单据拍一张照片 接下来设计了 就可以完成了他要做的事情 而很自动地公司设计出 谁会去收到Expenses Claim 系统会自动的 自动收到之后 就会有一个E-mail 发给负责的各位同事 那些同事收到之后 就去设计出一些Re-imbursement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而也不需要特别去哪里 去填方式 一个手机拍照 填了去就可以搞定了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这个就是Expenses Claim 就是Internet 给大家同事去Claim 一些Expenses的地方 这个就是整个Internet 所以现在只有几样东西 我们将来可以扩充其他不同的功能 然后再到另一个 就是Senior Management的Plattform 这是第三个Plattform 第三个Plattform 所看到的就是 其实在So Far来说 不是太多东西 但是有这个Plattform的东西 一样 这个Plattform 是他自己独特的Menu 入到这里 就是Senior Plattform 这个Plattform的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要来埋拥 我就没什么时间去修飾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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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第二个Item 这个是Market Information 在我们的Kaintown 的Business 过程中 我可能会谈到很多 和Market有关的资料 我便放了出来 这个Market Information 我拉下去下面 其实有些不同的东西 例如我们曾经关注过一些 recruitment的Plattform 在Market有什么recruitment的Plattform 可不可以做这一方的服务 HR和这些 Personality 的Assessment 的Tools 可能对我们的Culture Intelligence 那些Workshop 有关系的东西 这个就是有些关于我们的ICI ICI就是我们的Workshop 就是Culture Intelligence 有关的材料 我们的Workshop 可能需要用到东西 这个是Jitsu 是另一样东西 最近我们来到的东西 以及关于 online training 的资料 我们将这些 我和我们的Partner 可以分享 这些就是 为何是senior 管理的Plattform 因为这些可能是 我们的研发 或者是淡赌当中 我们未肯定 一定会是 做这方的Market 所以在这个Stage 仍然Stage 在我们的Culture Management 的level 去考虑 就未曾去放入 Internet 当这些 如果真的证实了 应该被其他研究会 开始参与的时候 应该到时候 就会在Internet 将有关的东西 或者有关的 CCA材料 工具 各方面 就会在Internet 下一个就是Enrollment 是什么呢 我们做Workshop 可能有参加者 如果参加者 参加 通常他可以在网上 自动报名 我们就有一个 这样的结果 如果是有Enrollment 就 我们在这里 就自动 参加这些Enrollment 的资料 其实除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 汇总了的资料 同时间 我们可以在这里 下转出来 成为一个Sell 而 在 在 负责的同事 其实 他都会自动 有人Enroll 他自动收到E-mail Notified 去分区 现在有人去 哪一个 是Enroll 这个课程 好了 后面 就是Policy 有一些 Overtime 我们可能谈过一些 这些 就是 有些 可能是我们 Business上的事情 如果Policy 牵涉到其他同事 就应该放回 Internet 那里 这里我们会放一些 如果我们 在公司的层面 去做一些 Activity 时候 可能有些 外界的参与 Fat Party 参与 我们有些 Principle 如何去 Speed 大家谈了 有些 Agreement 基本上 Overtime 就是三个平台 前铺后居 Public Internet 和Cine Management 的不同的资料 当然 因应他不同的人 Lock-in 的时候 因应他的身份 他会看到不同的 platform 如果普通的staff 他没有Lock-in 他只能看到Public 就是普通的网站 如果他Lock-in 而普通staff的身份 他应该看到Internet 我和我的partner 可以看到Cine Management 的东西 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 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所谓 combined 前铺后居的概念 做我的System 的Web Site 做我们公司的Web Site 做我们自己的内部System 都放在一起 也挺方便的 将来我们有一个 Web Site 就是专门 如何做到 这个效果 今天想介绍的 关于 Web Site 前铺后居 的combined Web Site 和System 在一体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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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 我们今天 正在同学 多謝 大家